保护生命 鼓度众生 尽在生命电视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在昨天的课程当中讲到了经典的名称 还有意识的简介 接着就进入到了正说经文的部分 正说经文有八个部分 这分别就是序、识、眷属、音远、问、答、顺说和随喜 这八个部分 所以昨天讲解了前三个 也就是序跟识还有眷属 但是呢在这个昨天有一个部分呢 就是王舍成秘名的故事当中呢 有一段出自于《大智度论》里面的这个故事 那里面提到说这个 当时有一位广车国王 他的父亲是因为主张祭祀天神要杀生 所以最后整个身体都陷入到了地点 当时呢我有点说错了 我没有好好看那个故事 说错了 今天要该法医下这 说错了 所以就说成是说 这个父亲认为不要杀生 但是其实他就是坚持要杀生 所以我的就是说法呢 罪过很大 这个所以呢我们就是 今天呢故事的这个细节呢 就有一点很有趣啊 所以呢就是刚好这里 可以在这里就是顺便补充一下 这个坚持杀生的国王呢 名字叫做叫做婆娑 他因为燕里世俗 就出家成为了婆罗门的先人 有一天呢 几位婆罗门的出家先人 跟一些在家的婆罗门吵了起来 在家的婆罗门认为呢 依照经书 依照经书祭祀天神的时候 应该要杀生吃肉 但是呢出家的先人们却认为呢 祭祀的时候不应该杀生吃肉 所以就大家就 正来正去的时候 出家的婆罗门说啊 现在有一个大王出家做了先人 你们应该会相信他所说的话 因为就是我们说也没用啊 你们都不相信 那就请那个当过国王的那个出家人 他来就是说话 你们应该会相信吧 在家婆罗门说啊 相信 而出家婆罗门呢就说 好 那就我们明天就 让这位出家的大王来做评判 所以我们明天一起去问问他 没想到呢 当天晚上呢 这个在家的婆罗门啊 这个在家的婆罗门啊 他们就是偷偷地去 先跑去见那位出家的 这个大王 也就是婆嫂 然后他呢就是 并且说了很多事情 同时就告诉那位婆嫂说 明天侦查的时候呢 一定要帮我们 然后第二天的早上的时候 就大家到了婆罗跟前的时候呢 这个出家先人们啊 先发问说 这个祭祀天神的时候 该不该 就是应不应该就是杀生吃肉呢 婆罗这个回答的时候 就他说 根据婆罗门的法 祭祀的时候 是应该要杀生吃肉 出家先人们听到啊 这样的说法 觉得很惊讶 所以就继续问到他 说先不要管这个 律法是怎么说的 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然后这个婆罗说 我的想法是 为了祭祀天神 当然要杀生吃肉啊 这个被杀的这个动物呢 因为祭祀而死的 所以呢 他会就是 死后一定会投生到天道 所以那些出家先人 就听完这之后呢 就气得不得了 然后就大骂说 你错了 你这个骗子 那甚至呢 还对他 吐口水说 啊 罪人啊 你去死吧 就滚出去 去死了 没想到 这一骂完呢 这个婆罗先人 就从他的脚踝一下 就陷到了地底下 当时呢 就出家先人啊 继续追问 啊 追问说 婆罗啊 你给我说实话 再胡说下去的话 你的这个整个身体 都会掉到地底下去的 啊 婆罗就 还是坚持地说啊 为了 他说这个 为了祭祀天神 啊 宰杀牛羊等等 动物的话呢 就是 呃 并且吃他们的肉 当然是无罪的 他是这样 这样一说完呢 他的膝盖一下 又 啊 陷进去了 所以就这样子 一路问答到最后呢 这婆罗先人 竟然 既然就 整个身体 都陷入到地底下 只剩下一个头 露在地上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 那位出家先人呢 就劝他说啊 劝他说 你看吧 这 你就是因为骗人 啊 说大话 所以就得到了 这样的一个现实报啊 所以你 赶紧说真话吧 说实话吧 虽然呢 你就是 只剩下一颗头 露在地上啊 但是 只要你说 只要你说实话 我们 有办法救你出来 但这个时候呢 就是婆罗先人 在心里心想啊 他说 我可是有身份 地位的人 他是已经做过这个 国王的 所以就 怎么可以 出而返而 说话不算话呢 就 好像就 没面子啊 而且呢 在婆罗门教的 这个四部 废陀 当中呢 就是 都一再地赞叹 就是祭祀天神的功德 所以 就算我死了 我也要就是 坚持杀生祭祀 是无罪的 所以最后 他就用 就是 用最后 就是 尽最后一口气的 说 就 祭祀天神 而杀生吃肉 是无罪的 绝对是 无罪的 这样子 而最后呢 这个出家仙人们呢 就 非常的失望啊 说 你真是一个 无药可救的人啊 我们 不想再看到你了 这一说完 这婆罗门人 就整个身体 都陷到地底下去 不见了 但是无论如何呢 就从那时候开始 一直到这个 龙树菩萨的时代啊 人们都会就是 依循着这个 婆娑的主张啊 为了祭祀天人 宰杀动物 然而 就是 然后就是 然而在人们 那些人们在 人们在这个 宰杀的时候呢 都会对着那些 被杀的动物说啊 就对着那边说 说 是婆娑要杀你的 可不是我呀 有这样的一种 习俗 婆娑要杀你 不是我要杀你 所以就 就 就不要怪我 这样子 然后至于后面的那些 就发生的这些故事 就是 婆娑的儿子啊 广车国王 就后面就 搬迁到 这个 搬迁的事情就 已经 昨天的课程当中 已经讲过了 所以就不用再讲啊 重复 不用再重复 那意思就是说 那个孩子呢 他觉得这个地方 是他父亲 就曾经 就 建进去的一个地方 所以就不应该 再留在这边 觉得很有 罪恶感 好 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 接着要讲的 是第四个 因缘 和第五个 问 这两个部分 所以讲解内容的时候 耳食 这个内容是这样 耳食 世尽 世尊等入 圣身明了 三某地法 地 法之一门 父与 耳食 观自在 菩萨 某和萨 行身 般若 波罗 密多 时 观察 照见 无怨 体性 细阶 是空 这就是属于 这个因缘的部分 再来就是 问的部分 是 十 巨寿 舍利子 成佛 威力 百 圣者 观自在 菩萨 某和萨 约 这是问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先讲 这个因缘的部分 当然的因缘是 是第四个 是 就是我们的这个 内容的第四个部分 这个呢 就是 这个说在说明啊 形成这部经典的 直接因素 这部分的经文呢 是从耳食 世尊等入 甚深明了 一直到呢 这个观 观察 照见 无怨体性 细阶 时空 之间的这个经文 那音缘呢 又可以称为 别序 这边的音缘 又可以称为 别序 这是每一部经典呢 它自己 特别独有的部分 和其他任何经典 都有所不同 而在昨天的课程当中 提到的第一个部分的序呢 则是 叫做 通序 那是所有的经典 都相同的一个段落 所以就 这有 有这个 别序 跟通序的 差别 再来就是我们 每句话 讲 做个解释 耳食 耳食指的是 佛陀开始 进入 撒摩地 准备说法的 那个当下 一般来说的话 佛陀 是不会主观 随便的 讲说 他自己的想法 那么为什么 现在佛陀却又开始 却又开始进入 就是禅定 和准备说法了呢 就是 这是因为啊 当时的与会大众 他们的善根 都圆满成熟了 佛陀就观察到 这样的一个因缘 知道 这就是说法的正确时机 所以佛陀就 平等地 进入了撒摩地 然后再来是 这个 等入 甚深明了 撒摩地 接着就是说 这个讲解 等入 甚深明了 撒摩地的 这一段经文 那首先呢 就是 圣深明了 三谋地的 圣深 指的是什么呢 它指的是 就是 圣意 空性 这里呢 在 无垢油 阿瑟里 认为呢 他有一个 就是有一部 心经的注解 他认为呢 这里 将空性 称为 圣深的理由 是因为空性呢 他超越了一切 经验和极端 同样的 这个 《小品波瑞经》当中呢 说 圣深 向着极是空意 接着又收到呢 波瑞波罗蜜多 圣深 难见难结 必尽 礼顾 所以从这里的 就是 从这里 我们可以知道啊 圣深的意思 是说 他超越了念头和语言 所以不是我们所 就很难了解的啊 而在这个 世青菩萨的这个 实地 经论当中呢 透过这个 极竟 圣深 啊 极灭 圣深 空 圣深 而无相 圣深 等等 九种理由呢 来说明 圣深的原因 是什么 就是圣深的原因 他用九种 理由来说明 这圣深的 啊 因缘 再来是明了啊 明了的意思 是什么呢 就是 他有通达 或者彰显的意思 当我们去看这个 圣深明了 这三个字的 梵文的原文当中呢 就是说 梵文的原文说 阿瓦三波丹 阿瓦三波丹 它就有一个 彰显 圣深 真理的一个意思 再来是 就是三摩地 三摩地的话呢 就是 一般来说的话呢 佛陀呢 就一直 平等地 安住在 三摩地当中 它是不会 从法界中 不会动摇的 一直安住在 就是法界中 安住在 这样的一个 就是 叫什么 空性当中 也可以说这样 所以呢 他自己呢 并不需要 要重新安住 一个什么 三摩地 但是呢 在这边呢 就是 要所画中的 一个眼中 来看的话呢 佛陀是进入了 一个新的三摩地 他们觉得 好像佛陀进入 那些所画中 他们觉得 好像佛陀 就进入了 一个新的三摩地 其实佛陀 就是一直 进入三摩地 三摩地当中 对 佛陀为什么要 就是视线 进入这样一个 三摩地的呢 因为 佛陀 借有这样的 一个三摩地 能够让当时 以观世音菩萨 为主的 倦众们 理解 甚深的空性 或者说 这个 借有这样的 一个三摩地呢 佛陀 让倦众们 了解到 他的心意 和他的世界 或者他的境界 一般来说的话呢 就是 佛陀的心意呢 我们都知道 这个 佛陀的心意是 除了他自己之外呢 自己和 其他的诸佛之外呢 是无法被 其他任何众生 所理解 就是 所了解 连这些 声闻 圆觉 甚至大菩萨 都无法知道 但是呢 佛陀 他拥有一个 特殊的加持力啊 能够加持 一般的众生 或者说 他的所化众啊 能够 了解 他到底在想什么 这就像是 这个 根本说一切 有部皮纳 也要事 当中提到的 那边说 尔时 世尊 其世俗心 作此心时 乃至 从以 皆 皆知 佛意 这个佛陀有一种力量 他起 这个世俗心 世俗心就是 世俗心 很难 了解 不是说 我们的世俗心 反正就 他 有一种力量 就是可以把 连那些 昆虫啊 蚂蚁啊 那些 都会了解 他会 了解 他在想什么 总之呢 就这里呢 就是 深深明了 三谋地 就是 这样一个 一种 类型的 三谋地 这样一种 类型的 然后呢 接着呢 我们就谈谈 这个三谋地 本身 三谋地 是什么意思 它是指 内心 专注于 对境上的 一种状态 或者 说是一种 集中精神的状态 从字面上 来看的话呢 就是 三谋地 有这个 令心 极尽 安住的 意思 它是透过 专注力 和觉知力 帮助 行者的 内心 不被 外境 所牵引 让自己的 清晰和 稳定 这两个部分呢 自心的 清晰和 稳定 这两个部分呢 平衡地 安住在 对境之上 这个三谋地 很重要 就如 这个 解身秘境中 提到 三谋地 是大乘和小乘 一切功德的根本 所以这个 由此可知 由此可见 我们就是说 它是非常重要的 世青菩萨 也在 据摄论当中 提到 戒修 圣如次 灭生 天解脱 感生 天解脱 对不起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持戒和禅修 持戒 能够帮助我们 升天 你想去 天道 或者善道 的话 要持戒 禅修是能够获得解脱 禅修呢 获得解脱 你想要 解脱 要 要禅修 打坐 禅修 所以呢 这里面就说 就没有这个三谋地啊 连这个 都没有办法处理 这个欲界 别说是解脱啊 就处理 就是没有办法处理欲界 所以 这就很重要 再来就是 法之义门 法之义门 这个 法之义门 这个 意思就是拿 这个法字啊 这个字在 这个法的 这个字在范围里面 叫做达玛 达姆 就是 应该是达玛 但是 现在我们 中文里面念达姆 它本身有 本身具有 很多种不同的含义啊 其中一个含义就是 维持 维持 它是指一切的事物啊 因为每一个 它指的就是维持的意思就是 它指的就是 一切的事物 为什么一切的事物 就是维持呢 因为 因为每一个事物啊 它都有一种 自我维持的特性 自我维持的一个特性 所以就 一切的事物 被称为维持 然而呢 在这里 法之义门的 这个法呢 指的就是 佛陀的正法 一般来说 这个法 这个范文的达姆 有很多种意义啊 但是这里指的就是 佛陀的正法 它具有一种 殊胜的维持能力 刚刚说维持嘛 那维持 它法又一种维持的意思 所以在这里呢 就是 佛陀的正法呢 它具有一种 殊胜的 特殊的 一种维持的力量 能力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依照 这个阿底下尊者 三世道的体系 来说明的话呢 下世道的法呢 它能够帮助众生 维持在 人天道上 人天善道 而不落恶道 中世道的法呢 就帮助众生 维持在涅槃 而不落轮回 上世道的法呢 就帮助众生 维持在 佛果 而不落轮回 与涅槃两边 所以呢 佛法具有这样一个 很特殊的维持能力 那就是维持 刚刚说 维持本来是 一般上来说 维持这个字呢 它指的就是 一切的事物啊 当然这里指的 就是佛法 那为什么佛法 可以称为维持呢 因为它有一个 特殊的 殊胜的 维持的能力 所以就将它 称为维持 接着呢 就是义门的意思 接着就是 义门就是 它的意思就是 不同的 类型 所以呢 法之义门的意思 就是 法的不同 不同类型 例如这个 这个二帝啊 四圣帝啊 三学等等 不同类型的佛法 由于智力的法呢 就是特别指的是 正法当中的 三母帝啊 就刚刚说 一般法是指的是 一切事物 再来就是 指的是这个正法 再来就是其中 就特别指的就是 这个三母帝 因此呢 法之义门 在这里的意思 就是指这个 不同类型的三母帝啊 因此就是 圣生明了三母帝 法之义门的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 圣生明了三母帝 是某一种 类型的三母帝 再来就是 等入啊 等入 等入的意思呢 前面说 等入 圣生明了三母帝嘛 那等入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时候呢 就佛陀平等地 安住在三母帝当中 因此称为等入 那平等的意思是什么 可能大家都 有不同的就是想法吧 应该 这个平等有 很深的这个意思 但是我觉得 先不要说 再来就是 富语 这边的这个 富语 它的意思是说 不仅呢 只有 佛陀专注在这个 深深的空性当中啊 然后呢 观自在 在菩萨也进入了深深的见地 所以就是富语 的意思就是 啊 不只 好 receptors 就是进入了这样一个 深深的空性当中啊 专注 在这样深深空性当中 观自在 菩萨也进入了深深的见地 然后再来是耳食 耳食就是说 佛陀进入圣身明了三谋地的下一刹那 紧接着就是观自在菩萨 安住在圣身空性的开始 所以叫做耳食 接下来是观自在菩萨 这很熟悉啊我们的 对我们的一个熟悉的一个名称 就是观自在菩萨 观自在这个呢 就是观自在是意思就是说 这个经典里面所称的这个观自在菩萨 跟一些经典里面所说的这个观音菩萨 指的就是同一尊菩萨 观世音这个名字呢 从他的救护苦难啊 利益他人的角度来取的名字 然后在这个观自在这个名字呢 就是这个法号或者称呼呢 则是就是从这位菩萨啊 证悟人无我和法无我能够不刻意啊 自然自在观察空性的角度 也就是自立的角度来取的名字啊 观世音是从利他的角度来取的名字 观自在是从自立的角度 自身的功德的角度而取的名字 这个观自在菩萨呢 其实呢 就是一位仍然在修行啊 下一辈子就会成佛的一个菩萨 但是呢 某些经典啊 中认为呢 观自在菩萨呢 过去早已成佛了啊 佛号叫做什么呢 叫做正法名如来 大家已经成佛了 然后观 根据原策大师 原策大师的这个说法呢 已经成佛的这个观自在菩萨 跟将会成佛的观自在菩萨 是不同尊的菩萨 只是就是名字一样啊 是不一样的人 只是名字一样 他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他是一个唐朝的 就是玄奘大师的一个弟子 其实就是他是一个韩国人 안녕하세요 这样子 应该那时那时候 应该不会说这样啊 然后呢 有些其他的这个论述当中呢 提到什么呢 已经成佛的观自在菩萨呢 是真实的观自在菩萨 而那位将要成佛的菩萨呢 其实就是他的化身了 不如真正的是已经成佛了 但这个就是 化身就是 就是展示为菩萨的 这位就观音菩萨呢 只是就是他的化身 不是真正的观音菩萨 有点像是骗人的 真正躲在后面 拍了一个假的 也不能这样说吧 应该是 好 一切都是假象 也可以说这样 这样的说法呢 这个法华经啊 等等经论中的一个记载 就差不多 这样也 再来就是菩萨摩和萨 菩萨摩和萨的这个菩萨的意思呢 这个有两个字啊 菩萨跟摩和萨 这个菩萨的意思呢 就昨天已经讲解过了 就不用再说了 摩和萨的意思呢 是大菩萨的意思 他指的就是八地以上的菩萨 才称为大菩萨 再来是 行身般若波罗蜜多时 照见观察 照见无怨体性 细节是空 这位这个观自在菩萨 摩和萨呢 跟佛陀一样 他也透过了修行 安住在这个 身身般若波罗蜜多当中 并且呢 以智慧观察 照见或者看到什么呢 就是看到无怨的提性 无怨的提性啊 都是空性的 也就是说在暗示啊 这也在暗示啊 后世的修行者们 如果能够照见 无怨空性的本质 就能开闲出啊 波罗蜜的智慧 所以讲完了这个 这样就是以上 讲完了这样 音乐的这个部分啊 接下来就要讲的 就是讲解的就是 这个八个部分当中的 第五个问 问呢就是 十 拒受摄利子 十就是指的就是 佛陀进入啊 三摩地 加持观察在菩萨和摄利子之后 这两位尊者呢 要开始讨论 甚深空性的时候 所以叫做始 那个时候 指的就是那个时候 拒受摄利子 当中的这个拒受呢 这两个字呢 一般来说的话呢 就是在古代印度啊 长辈啊 对于这个晚辈 比较亲切的一个称呼了 就是有点像是 我们藏族有很多这样的称呼 就说百岁啊 什么千岁啊 什么这种称呼吧 因为我们在中国古代 也说千岁爷什么 就百岁 也没有什么百岁爷了 但是千岁万岁爷 然后就皇上就是万岁爷 再来就是那些 哎呀 皇后啊 那些什么王子 那些应该就是千岁爷吧 应该一种 应该算是一种 但是这个也有点恭敬啊 也就是 古代的话就是一种 长辈对晚辈的 亲切的一种称呼了 这个依据这个 释迦光大师的这个三百颂 就是 三百颂是 关于一个就是 绿典的一个 关于一个绿 绿典的是不是 绿典的一个经论 当中提到啊 尊称的方式的时候呢 认为啊 应该要称呼 长辈为尊者 晚辈 称呼 而且称呼 晚辈为巨兽 那个晚辈 就称呼 长辈的时候 应该说尊者 那我长辈 称呼晚辈的时候 应该要说巨兽 但是呢 之不经文的 结极者 这个阿难尊者 年纪并没有比射力子还大 所以阿难称射力子为巨兽 并不合理 所以呢 这里有这样的一种称呼 并不是基于对完辈的 完辈的一种称呼 而是因为舍利子 尊者已经断除了烦恼 因此呢 就阿难称赞他为巨兽 称赞他为巨兽啊 所以这里的这个巨兽 是一种称赞的称呼 变成一种称赞的称呼 以上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就是 是出自于这个 无垢有大师的一个新闻的 新经的注解里面 注解里面提到 为什么就 这个射力子称为巨兽 就是巨兽 接下来呢是射力子 又称为射力佛 范文叫做 Shariputra Shariputra 这个 Putra的意思是 孩子的意思 所以尊者的母亲呢 名为叫做舍利 这个有两种说法 她的母亲叫做舍利 这个意思就是 摆蛇鸟的一个 这个原因有两种 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就是说 她那个母亲啊 她的眼睛就非常的漂亮 所以就像摆蛇鸟一样 所以就取名为舍利 另外一种说法是说 当她怀有这个舍利子的时候 她变得非常的聪明 而且变才无矣 所以就 被人家称为舍利 也就是摆蛇鸟 这个舍利尊者呢 是这个佛陀的最主要的弟子之一 另外一个 另外一位就是 木建林尊者 由于这个舍利子 尊者是佛陀 众多弟子当中呢 这个智慧 第一的 智慧No.1的一个弟子 所以因此呢 她就自然就成为 这个心经当中呢 就是 提问甚深空性的 最佳人选 变了她的最佳人选 她是智慧第一 再来就是成佛威力 成佛威力 这个成佛威力啊 虽然就是指的就是 虽然这个舍利子 是智慧第一 但是呢 就是大乘的身身法义 并不是身为行者 所能理解 所以呢 发问的时候呢 舍利子也不是靠自己的力量 而是依靠了 佛陀加持的威力 而发问 所以叫做成佛威力 这边的威力呢 指的就是佛陀的 身口一三门的 这三门中的 这个义的威力 所谓的这个 佛的三密啊 佛的 深密 口密啊 什么 三密指的就是佛陀 佛的身口义嘛 所以佛的身口义 三门当中的 这个义的威力 而观音菩萨 也是得到了 这样的一个 佛陀的加持之后呢 能够 才能够通达 接下来要宣说的 这些叫 毅力啊 由此可见呢 要接收到 这个佛陀的加持之后呢 舍利子尊者和观 观自在菩萨就 以问答的方式来 对谈 这就是整部这个 波瑞心经当中的 正宗分的部分 他们两个的 两个人的一个对谈 这部经典的这个 直接宣说者 是观自在菩萨 并不是佛陀 并不是佛陀 所以就是 然而呢 这个 但是呢 这并不代表说 这部经典 就是非佛说的经典 意思就是说 佛说的经典 不一定要 他的亲口要说 不用他 从他的嘴巴里面说出来 如果 直接说的话 所以呢 再来这里呢 就是昨天我们 对于这个大乘的经典 所以呢 这个 大乘的经典 波瑞体系的这个经典 尤其是这个心经呢 做了一个解释 但是呢 这个有可能会就是 衍生出一个问题 那就是说 大乘经典 真的是佛说的吗 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很多的这个 小乘的学者呢 认为啊 大乘的经典 与教理呢 并非佛说 而是因为这个 龙树菩萨 或者这个 吴卓菩萨所说的 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我们就可以从这个 小乘自己的经典 经论 以及从历史的事实 这两个方面来讲解 来解释 这个小乘佛教啊 在初期在 早期在这个 有很多 非常多的 步派 其中的最主要 最根本的 步派有两个 也就是这个 说一切有部 跟大众部 在说一切有部啊 这个 解释经论的 一部经典当中 提到 佛陀 释迦牟尼佛 曾经 对这个出家人说 佛的这个经典可以 分成 分成十二种 分别就是 契经 应诵 纪别 奉送 自说 因缘 本事本身 方广 稀有 辟语 和论意 这十二种经典 就分 分裂 称为 十二分经 对于这个 十二分经呢 我们 要特别 注意的是什么呢 特别注意的是 这个 方广 所谓的这个 方广指的 就是它的内容 非常的庞大 广泛的意思 同时呢 在另外一个 小乘的这个 根本 部派啊 也就是这个 大众部 在一部这个 制定戒律的 经典当中 则是 将这个 经典呢 分成九种 刚刚分了十二种 现在它分成九种 说这个 修多罗 企业 就是什么 寿迹 家徒 然后 幽徒呢 如是于 本身 方广和 未曾有 未曾 未曾有 这个 然后呢 这当中 也提到 这个方广 这个部分 这个大众部 所以呢 以上这些内容 当中呢 我们可以发现 小乘呢 就是 各个部派 都主征佛的经典 经典中 有一个叫做 方广的一个经典 但是 那这个方广的经典 具体 来说 就是 具体来说 它这个方广的 就指的是什么呢 这个 大概 小圣佛教当中呢 这个 有一部 具有非常 就是权威性的 一个经典 叫做 大皮婆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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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这个 五百位 说一切有部的 阿罗汉尊者 同时编辑而成 这样一部 就是 论点 它有一百句 里面 这个 仔细地说明了 公元一 二世纪的时候 这个 印度小圣佛教 各个 部派的 这个思想 以及这个 许多大师们的 这样的一个主张 就是这样的一部 这个 小圣 就是 供许的 公认的 这样的一个 经典当中呢 就 有一段经文啊 清楚地提到说 邪尊者言 此中 不得 说明 方广 就是邪尊者说 此中的 这个 这个 方广 就是 般若 指的就是 方广 意思就是 方广 就是般若吧 应该就是这样子 在这里的 这个 邪尊者是谁呢 这个 邪尊者 他就是一位 说一切有目的 早期的一个大师 据说是 这个 马明菩萨的 这个老师 是的 这位 这位 这个尊者呢 年纪很大 才会出 才会出 后来就是 年纪很大 才后来就是 后来才就是 年纪很大的时候 才出家的 所以 出家之后呢 他就严守 陀陀戒律 我们说 武松是叫什么 陀陀 陀陀 武松 水浒传 又想到水浒传里面去 但是这个陀陀 跟那个陀陀 就不一样了 同样的 这个名字 这个陀陀 就是一种苦行 身中里面的一种苦行 完全 它是什么呢 完全不躺 不握 不躺 不握 所以 他的这个双斜呢 也就是这个 腋下 完全不会触碰传板 他因为 修持这样的一个苦行 所以就被称为 邪尊者 总之呢 我们可以看到了 小乘的这个 说一切有不的 这个这部经典 说这个 大批婆沙论呢 明确地说到 说一切有不的 这个大师邪尊者 认为呢 这个波瑞经 就是方广部 换句话来说的话呢 就是 说一切有不 也就是这个 小乘的佛教啊 支持波瑞经 是属于 方广部的说法 所以呢 就 而且呢 就是前面 我们引用的 这些经律 这个律 戒律经典 都谈到这个 方广部是属于 九种 或者就是 这个十二种 经典当中的 其中一种 所以呢 就这样 我们就能够 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说这个 小乘自己也认为 大乘的波瑞经典 就是释迦摩尼佛 所宣说的一个经典 除此之外呢 在小乘部派 佛教的这个 无畏山部啊 传承的经典当中呢 也明确地谈到了 这 十波罗密 另一个 这个小乘的部派 这个说 说 初世部啊 所传承的 这个佛陀传记 大事 有一个佛陀传记 叫做大事 里面也提到了 修行的实地 所以这些内容 其实都是 就是小乘 大乘佛教 特有的这种内容 小乘不会讲什么 就是不会细说什么 叫做 什么这个实地啊 什么实波罗密啊 那些 通常不会 细说这些东西 所以肯定需要一个 就是可能需要一个 依据嘛 不然的话就说不出来 其他还有很多种 就是大乘的佛教 就是小乘佛教 本身的这个经论的依据啊 都可以就是证明 大乘的经典是佛说的 但是因为 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就今天就不用多说了 再来就是我们从这个历史的事实来看的话呢 就是根据现代的这个学者们啊 研究和记录 研究与记录啊 我们都知道这个龙树菩萨 是一位这个大约出生于公元一百五十年前后的这样的一个大师啊 而目前的这个 目前发现最早的 最早翻译的这个大乘经典呢 是大约是大约是公元一百七十九年 是有这个大肉质 大肉士 国的这个 制称 制称这个意思 从这个范文里面 范文的这个波瑞八千颂啊 翻译到中文 然后呢就是 叫做这个 道行波瑞经 所以从这个时间来看的话呢 就是我们可以断定说 这部波瑞经 也就是这个道行波瑞经 就是印度啊 流传的时间呢 一定早于这个 这个龙树菩萨出生的时间啊 所以才会被这个 支撑意识带来中国 并且就是把它翻译成中文 所以大乘佛教的是有这个 总之呢 总之呢就是大乘佛教 有这个龙树菩萨 所创造的这个说法 可能就不可能成立啊 然后呢就是 从以上的这些经论根据啊 或者这个历史的事实来看呢 我们都可以断定说 大乘佛教的经典与思想 并不是啊 有这个龙树菩萨等等 后代的这些学者所创造的 而是佛陀宣说的一种 法教 虽然呢 但是呢 虽然就是事实如此啊 但是呢 为什么那些小乘的很多的 这个论师们 却不相信大乘经典 是佛陀宣说的呢 啊 这边呢 这边呢 可能有 关键的话呢 就是关键的原因 可能有两种 第一个原因呢 是因为这个大乘的 毅力极为神庙 神庙 所以呢 一般的小乘的修行 就无法理解 就像昨天所说的啊 就是 所以呢 在这个经典 积极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佛陀 呃 祝父给这个 诸大菩萨 呃 们一起结起经典啊 结起这个大乘的经典 所以这个主张呢 在这个大智多伦等等 这些著作里面呢 就是 一 一再地被就是 提到 所以就是 不停地提到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 一定要把这个大菩萨们 也要参与到其中 不能只是那些 小乘的阿罗汉 他们来接紧 一定要 大菩萨们 一起参与 第二个原因呢 是这个 由于这个大乘经典的内容啊 体系 非常的庞大 而这个 人道众生的寿命呢 又很有限 记忆力啊 记忆力啊 不明锐 所以呢 这个人道众生的这个寿命语 寿命就是很有限啊 记忆力也不是很明锐 所以呢 就是 所以 所以相对来说呢 这个 夜叉和龙族 和天人啊 在寿命和记忆上呢 都有很大的优势 所以呢 这种说法是 大量的这个大圣经典 都积极的时候呢 就是都是 寄存在 这些众生们的世界啊 而不是 人道中 所以呢 这个早期的 嗯 这个小乘步派行者们 并不知道 有 这些经典的存在 这也是非常合理的 其实 在根本说 一切有步的 这个 绿典经典里面啊 谈到 这个 释迦牟尼佛在 涅槃之前呢 思考着啊 要将这个佛法 交给谁来保管 然后最后的决定 是由这个 人道的 家设尊者 和天道的四天王 共同保管 所以从这里的 就可以知道啊 小乘的经典当中 也有这个佛 将这个经典 嘱咐给 天人的记录啊 这个 教法 嘱咐给 天人的记录 当时呢 佛为什么呢 就把嘱咐给 这个 一个 人跟天 因为他觉得这个 只是交给 这个天人来保管的话呢 天人就是很放异 他们就很有享受 所以他 他就不管 那法了 我觉得 他很有享受 所以就太放异 那只是交给人的话呢 人的寿命太短 所以呢 实在没办法 所以只能交给 同时交给 人和天 还有一个就是 在藏传佛家当中呢 有一个 这么一个有趣的说法 说这个 佛陀元寂之后呢 这个天龙八部 天龙八部呢 就想要这个 想要争夺啊 说谁来保管 这个玻璃经典 因此就起了 很大的争吵 最后呢 他们就竟然 开始动手抢夺 动手抢夺啊 然后就据说呢 这个当时龙族 抢走了 大玻璃经 他们可能也很聪明吧 我也不知道 天人呢 就抢走了 一万八千宋 波瑞两万宋呢 则被那个 人类拿走了 还有这个 一万宋呢 是被阿修罗抢走了 最后呢 那可怜的 这个多文天王呢 这个只能捡走 那剩下的最后一步 波瑞八千宋 他就很可怜啊 其实多文天啊 应该很厉害才对啊 怎么可能就这样 先下手围墙呢 所以呢 这个佛说的经典呢 分成 所以呢 就是佛陀的经典呢 就可以 另一种说法是说 这个佛陀的经典呢 可以分成 这个亲口说 还有叫做随受说 和加持说 和加持说 有三种经典 那心经呢 就是 虽然不是佛 亲口所说的这个经典 但是 却是佛 加持所说的经典 一般来说呢 就是这个加持说 也可以 分为三种 也就是 生于一三种加持说 首先呢 比如这个十地经呢 我们的这个 华严经里面的 这个十地品 或者十地经 等等经典呢 就是 深加持说的经典 还有呢 就这个 去阿舍世 回恨 回恨经 等等的这个经典呢 是 与加持说的经典 接着呢 那这个义加持说的 这个义加持说呢 再有可以分为三种 义加持说 这个义三模的加持说 还有一真实力加持说 和义本质事业加持说 有这么一个三种 然后呢 首先呢 说这个心经是属于呢 第一种 也就是一三模的加持 加持说 然后呢 据说呢 就三十三天呢 三十三天 那边有一个天谷 有一个谷 是 大谷 一个天谷 它会呢 就自然 有时候会自然发 发出一些 各种的法音 有一个天谷 它不会常常 因为就 可能那些 天然的根基不好吧 但是自然发出一种 法音 这是属于什么呢 这是属于这个 一真实力加持说 这也是佛陀所宣说的 这就是 它的一真实力加持说 这也是就是 师尊的这个心意 再来就是这个 这个师尊的这个 叫什么 事业 一本之事业 加持说 这个呢 就是 他会就是 师尊的心意 事业的这个加持呢 能让那些夜叉 那些夜叉等等 这些 众生呢 他们就自然会 宣说一些陀螺泥 等等的 这些许多的咒语 所以呢 这也属于是 一本之事业加持说 或者 一事